袁金夏从肖香阁出来的时候 满脸得意 正巧被暗处的陆毅看个正着 陆毅暗存道 这丫头难道也是探听到了 致面剧之人在肖香阁 陈福在陆毅身旁站着 自然也看到了袁金夏 眼里闪过了无数个嫌弃 低声说道 大人 这六扇门招女捕快便也罢了 怎得还纵容女捕快出入这等风月场所 真是不知前点 陆毅侧头严厉地看了陈福一眼 何时说话变得如此刻薄了 陈福一缩间 大人 是卑职失言了 袁金夏丝毫未觉察到暗处有人盯着自己 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离开了肖香阁 嘴里还碎碎念着 红豆姐姐真好 嘿 抬起胳膊 闻了闻袖子 红豆姐姐用的香料也是格外鲜香 不似别人那般浓烈 袁金夏回到六扇门 盘算着晚上去肖香阁的事 不知不觉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夏肖小虽然只有四岁 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着和冷静 他在街上边走边四处仔细寻找着 只在心里默默念着 爹 娘 你们在哪呀 夏儿姐姐 你在哪呀 却一刻也不曾哭出来 他记得爷爷曾经告诉过他 如果遇到危险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要想办法让自己摆脱困境 夏小小心中又念着 爷爷 您知道小小现在在哪里吗 娘让夏儿姐姐带我出来玩 可是夏儿姐姐突然不见了 就剩小小一个人 小小好怕呀 这里好陌生 所见之处小小都不认得 夏小小拖着小小的身躯 在街上漫无目的 走了好久好久 累了 渴了 饿了 实在走不动了 便靠在一处屋檐下蹲了下来 支牙一声 门打开 一个老夫人走出来 咦 这是哪里来的孩子 老夫人走到夏小小身前 小姑娘 你怎么一个人 你的家人呢 你叫什么 几岁了 夏小小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老夫人 她判断不出她是什么人 也不晓得她会怎样对待自己 心里想着 我不能告诉她实话 我不能说话 我要保护好自己 我还要找爷爷 找爹和娘 便一声也不吭 那老夫人向四周看了半天 又转回头说道 小姑娘 我看你大概是和家人走散了 你跟我来吧 我保管饿不着你 可不着你 说着伸手便去拉夏小小 夏小小不敢反抗 可她听老夫人说饿不着 渴不着 又有些心动 她确实又渴又饿 于是便站起来跟在老夫人身后 当日夜里 夏小小被安排和一群孩子睡在一个大通铺上 半夜 她发起了高烧 高烧持续了三四天 她迷迷糊糊间在梦里见到一位老爷爷 她叫他祖父 还隐约记得有个大哥哥跟他一起玩 只是不知道那个大哥哥是谁 许多天以后 夏小小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堂子 这些孩子和她一样 都是没有人要的 被堂子收养过来 有的可能一直都要在堂子里生活 也有的会被人看中临走 每顿饭菜都是定量的 孩子们拥挤在一起 若是盛饭少了些 或者吃得慢了些 便要挨饿 久了 夏小小便学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先是少盛一些饭 迅速吃完 然后马上再盛上满满一大碗 若是馒头 便一起抓上几个放在怀里 那次高烧过后 夏小小除了梦里那位老爷爷 其他便都记不得了 甚至连夏小小这个名字也忘掉了 那老夫人问不出她的名字 又见她能吃 便换她小吃货 堂子里的小孩子也时常会吵吵闹闹 有的甚至会动手 打得鼻青脸肿 夏小小便学会了看人脸色 尽量不去招惹那些愿意动手的孩子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一年左右 有一日 堂子里来了一位大娘 长得还算和善 她见那位大娘向她身上描了几眼 笑了一下 夏小小觉得这个笑容很暖 她不自觉向前迈了几步 她听见那位大娘跟那老夫人说 我想领养一个闺女 就是她了 行不 老夫人痛快地答应了 那位大娘牵了她的手 将她带回了家 一路上 夏小小仰着小脸 不时地看向领着她的这位大娘 到了家 大娘烧了热水 亲自为她脱了衣裳 放进浴盆里 轻轻帮她洗着 还一边笑着看着她 洗了澡 又亲自为她换上干净衣服 虽然不是新的 却是夏小小这一年来穿的最舒服的一件 夏小小眨巴着大眼睛 鼓足勇气问道 您是谁呀 为何对我这般好 闺女 你这一路上不哭也不闹 许是咱们娘俩的缘分 从今以后 这里就是你的家 我就是你的娘 可好 夏小小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跪了下去 口中换道 娘亲在上 受孩儿一拜 原大娘激动万分 还是头一次被人叫娘 一下子将夏小小抱在怀里 好闺女 好闺女 这么懂事 又有礼貌 告诉娘 你叫什么 夏小小半天没说话 原大娘松开手 抚摸着夏小小嫩嫩的小脸 怎么了 不愿意告诉娘 夏小小摇摇头 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因何在堂子里 他们都叫我小吃货 可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闺女 咱不要这个破名字 娘重新给你起个名 原大娘想了好久 笑道 闺女啊 娘也不认识字 没什么见识 取不出太好的名字 娘想啊 现下是夏天 今日你来到这个家 便叫原金夏吧 以后你的生日也就在今日 可好 好 今夏见过娘亲 原金夏有了新名字 小眼上有了些许笑容 姑娘 你刚才一直 嘘 那姑娘反身关了房门 拉了原金夏往里走了几步 看着你年纪不大 胆子倒不小 赶之身一人闯来这里 还要抓贼 原金夏也不知这位姑娘 意义何为 便想着先装一装看看情形 便故意露出一副 放荡公子的模样 伸手去摸那姑娘的下巴 小娘子 便挑着眉毛 极尽挑逗知能 装 还装什么 姑娘家家的 装成这个样子 也不知羞 啊 原金夏一瞬间有些发猛 你 你怎么知道 我呀 不敢说阅人无数 却也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人 似你这般大胆的女捕快 还是头一次见 姐姐既如此说 我也就不隐瞒了 在下原金夏 是六扇门的捕快 请姐姐谅解刚才在下的无力 实在是迫不得已 好了 我叫红豆 只是一个风尘女子 你叫我名字便好 叫姐姐莫污了你的嘴 姐姐哪里话来 似姐姐这般美貌 人又善良 我亲戚还不急呢 你既这样说 我也就不客气了 金夏 你要抓的那人就在隔壁藏着 他可是这里的常客 是春桃的老乡好 姐姐可有办法将他引出来 红豆又上下打量了一下 原金夏 那人身形高大 四肢粗壮 定是有一把子力气 你这 不过 办法倒是有 你要听我的 不可妄动 只要不给姐姐引来麻烦 我听姐姐的 好 你在这里残好 一会儿我来叫你 约莫半个时辰 红豆回来 金夏 那人已被我和春桃灌醉了 现下不省人事 可你这单薄的身板 又怎能带动他 放心 姐姐 门外我有帮手 你叫上几个小丝 帮我将他拖出去便可 一来二去 原金夏便和红豆相熟了 办案子的时候 在红豆这里 他能探听到许多消息 除此以外 他发现红豆又是多才多艺 弹得一手好琴 婴儿偶尔也会扮作男子混到红豆房中 红豆也乐得招待他 顺便教他弹琴 原金夏倒真是喜欢上了弹琴 只是如此学琴 终不得要领 红豆便教他食谱 原金夏心不定 虽只学到了七八 也够欢喜的了 小佐油